同样跟交易有关的 前晋南大学校长李嘉童 昨天他出席的 卖菜阿嬷陈述局新出发表会的时候 他的发言又引来了批评 他谈到了深入偏远山区 为偏乡服务的大学生的时候 李嘉童认为说 这些大学生恐怕是有 骚扰原住民小朋友之嫌 他说带原住民小朋友唱歌跳舞 其实呢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些小孩子常常认为 来了一批白痴 好像说这个大学生是白痴 那么李嘉童说 绝对不需要你是台大学生 来带他们去玩耍 更何况呢只玩耍一个星期 把他们骚扰的不得了 而李嘉童昨天晚间坦言 自己的观念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白痴两个字呢 用词是重了一点 但是他没有恶意